美羽封面第二天的影響 持續在台灣的上空 整個來說的話 對流不穩定 持續從台灣的西南邊 不斷的移入台灣當中 預計今天到明天 是最大的時候 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特別是有閃電對流 不斷的移進來 那這個封面會南北這樣擺盪 預期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三的下半天 可能有點要北上 然後西南風還是持續 還是有水氣 所以還是有對流 整個移進來 整個不穩定 一直要到週末的時候 才會慢慢的封面往北移 會緩和一點點 但是還是吹得偏西南風 所以這個禮拜 等於是說 從禮拜一開始 一二三四五 大概有五天 這個是今年第三波的美羽封面 前面兩波跟這一波不大一樣 這波是比較散亂比較小的 所以常常伴隨著閃電對流 請大家注意 你看到了下禮拜二三 高壓很像又要升過來了 可是又還不夠強 台灣這邊是吹得偏西南風 這個時候很容易有午後震雨 封面就移到浙江附近 所以這個是下禮拜的態勢 等於是從禮拜六禮拜天到下禮拜一二 逐漸的改變 所以台灣這邊大致上就有很多 不是那種大片的雲系會進來 但是就一小一小的中尺度的對流包 伴隨著閃電雷擊會進來 那閃電雷擊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丹雷公啦 那種一下子這種閃電很旺盛 也請大家不管是看到或是聽到 你只要是看到或聽到的話 就建議大家不要外出 盡量待在室內 絕對不要騎摩托車 或各種在戶外的活動 絕對不要說我都是好人做好事 不會被雷公打 千萬不要這種概念 請大家特別注意 這種所謂的在梅雨季 這種對流性的降雨 有閃電雷擊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一直要到禮拜六禮拜天 北台的時候才會好 所以基本上這幾天的雨都會很多 都會有 甚至有些地方有極端性的降雨 這個極端也不是很大啦 大概就是一二十分鐘內 很大距離的降雨 但是那十分鐘可能就下了一二十毫米 這個累積起來是很大的 短延時強降雨就是這種十分鐘 下個一二十毫米 會讓你突然措手不及的那種感覺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 一個小時大概就下三四十而已 就是直接用在那十分鐘內下完 北部溫度涼涼的 要注意保暖 涼涼的變涼的要穿長袖 然後到了這個週末才會慢慢的回溫 中部來說的話 北部跟東半部比較像 中部來說的話也是降溫一點點 預計到週末才會慢慢的回溫 所以這幾天整個涼了一點點 但是中南部相對之下 西南風很強 相對還是悶熱 26到30度 跟北部是不一樣的天氣形態 所以這幾天全台都有雨 請大家多注意了 明天也是一樣 全台都有雨 請大家特別注意 我們剛才建議這個梅雨封面滯留 請大家留意這種中小尺度的對流 還有雷擊閃電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趕快進入室內 要特別注意一下 預計會持續到禮拜五禮拜六 這當中當然有一點空檔 有時候這個雨過後之後 會有一兩個小時的空檔 請大家務必要把握一下 尤其是農民朋友要清理你的菜園 不要多積太多水喔 那週六日呢 封面才會慢慢的北台 轉為西南風的環境 那夏季的什麼時候轉變還要再等等 請大家多注意了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字幕志愿者 石文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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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